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们就来讲第八章名词组端语的部分 那刚刚有稍微讲到就是这个 第一小节会讨论 汉语的名词组究竟是NP还是DP 那第二小节会讨论数量端语 就是数词量词名词这个格式 比如说三个人三个学生 第三小节会讨论数量端语表面的可能性 有两种一种是数目端语一种是指示词端语 那最后才在讲这个DPE内部的结构 然后第五小节是讲这个复数的词数 那我们是不讲复数是讲集合语最闷 好那现在讲D小节D小节NP还是DP 那传统上名词它究竟是所谓的名词性短语的中心语 还是指示词竹的中心语一直有这样子的辩论 那如果你把名词性短语所谓的NP 它的结构就把它当作是N的这个投射 就是它的中心语是N的话 那一般来讲结构就会是像这个讲印象这样子 那不过呢 这个结构它认为未必能够完整表达英文的名词性短语 那在英文里头来说 命题词组就是所谓句子成字 我们可以说敌人破坏那座城市像例子第一 那可是我们也可以说敌人对那座城市的破坏 那注意这中心语这个破坏的部分 是整个名词性成分的中心语 那可是它前面的的前面 我们可以加一个附加语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了 汉语的很多成分它只要加上了的 都可以成为修饰语 都可以成为一个修饰语 名词性成分的修饰语 比如说你若是专有名词张三的书 那这个就是属格 丢铃薯 那如果你是在讲那个 形容词谓语 当作修饰语 你也可以加上的 比如说红红的花 一朵红花等等 那如果是关西子句也可以 比如说我昨天买书 那你可以把它关西化 我昨天买的书 把书关西化以后 也是用的 前面可以有一个关西子句的修饰语 那像这样子 一句的破坏显然是一个动词 但是第二句的这个破坏 它看起来像是名词 但是你会发现它 跟这个一的结构有某种平行性 所以虽然词性不同 在这两个句子似乎 内部的句子 聚拔结构 就是它通通都涉及了 同样的一个事件 那以动词来说 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s 最大的投射是句子 那会是一个曲折短语的投射 或是有人会认为在汉语里头 没有曲折短语 但是我们可能会有这个tp tensp或者是像大V 或是小Vp 动词组的投射 那以这个名词组来说 其实它内部的复杂程度 可以像句子一样那么复杂 那英文的这个名词组 基本上就是像4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指示词或者是冠词 加数目词加上名词 那名词一样也是在 中心语也是句后 也是在后面 那比如说名词组里头 它的这些成分像this 或是the 然后再数词是three 或是books 那这次序是不可以任意的改变 所以你将数词跟指示词或定冠词 它的次序改变之后 是会造成错误的这个名词组 那这边显示 这边都是同样的就是在讲的指示词 冠词跟数目词 它的次序是固定的 所以呢 4这边说指出的名词讯端语 一定要有这个指示词 数词名词 在英语里头 那英语里头呢 你会发现不像汉语 汉语是你只要 要讲书其实是都可以的 可是呢 英语里头你如果没有这个定冠词 the book 你光讲book 其实是不形成一个名词组的 所以它这边讲到 4这边指出名词性短语当中指示语和数目词有固定的排序 那NP结构是没有表明的 那不过因为 英语里头一定要指示词组 所以呢它有一个结构叫做DP Determiner Determiner P 那这个DP的结构 它后面加一个补语就是所谓的NP 那我们要说DP跟NP有什么不同呢 那大家可以看到5这个句子 The captain of the team will visit us tomorrow 是主语的部分 你发现它如果没有 在句子当中出现没有的的时候 其实句子是不好的 所以这个的是必要的 那 那在卫语的位置呢 We elect him captain of the team 那在卫语的时候 当卫语使用的时候 他却不一定是要加的 那这两个的差别呢 唯一的差别就是在论员位置跟非论员位置 我们说论员位置是主语跟兵语 是典型的位 是论员的位置 那所以呢 在英语里头有些人就会说 如果你要当论员 当一个真正的名词组的时候 那其实呢 你是一定要有的 所以必须是有这个DP这个结构 那汉语里头有DP吗 首先我们可以看汉语 有光感词组 光感名词 这里写有个type of 名词才对 very now 所以比如说 这个狗 这是一个光感名词 学生 老师 任何的名词都可以有这个光感的形式 那不过光感其实它在跟刚刚讲到英文一样 把它放在论员的位置的话呢 你会发现这个狗如果当兵语 我看到狗也是可以的 狗跑走了也是可以的 那个这只狗的这跟那 它其实不是必要的 它非必要的 那 但是 但是 同学会说这两个的解读是不一样 当你说我看到狗的时候 其实 你没有讲特定哪一只狗 你只是说 可能昨天我看到狗 那狗可能就是任意的一只狗 可是呢 当你说狗跑走的时候 你必须是知道是哪一只狗 你才会跟人家说 哎狗跑走了 那其实说话者跟听话者都知道是哪一只狗 也就是说它的interpretation 它的语意解读 其实是 跟有的的情况是一样的 所以呢 它这边讲到汉语里面这种光感名词呢 可以在论员位置担任DP 也就是说它是特定哪一只狗 是指定的 定值的 那究竟呢 光感名词在汉语里头 就是我们说汉语里头一定是有DP吗 还是汉语里头也是只有NP而已呢 这里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说 好我们假定说汉语的结构 它就是不需要这那一定要出现嘛 所以在语言分类上 语言类型学上面 汉语的投射就是没有投射到DP那么高 它就是一个NP的投射而已 那英语呢就是一个DP 那这是第一种可能性 也就是说一个英语里头是DP 汉语里头是NP 那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 这个好处就是它捕捉到 汉语里头不需要D这种 出现的一种形式 它只可以是光感的 但是缺点是什么 缺点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假设 所有的语言都有共同的 名词组都有共同的结构 OK 那我们如果要让所有的语言都有共同的结构的话 我们就必须假定所有的语言都是长得像这样 像第一个这个这样子 可以看得到这个结构 所有语言都是这样子 那只是刚好呢 汉语里头的这个D可以是空的 空空的没看见 那这两个语 假设有什么好处跟坏处呢 再讲一次 第一个假设是一个名词组的结构 取决于它特定的环境里 所以像汉语里头 一样是有这样子的结构 但是只是刚好不需要词汇去填D这个成分 所以所有语言都有结构 与的名词组结构都一模一样 那另外一个就是结构的不同是跟语言有关系 不同的语言允许有不同的结构 那这个也可以反映出汉语里头可以是观感的 但是英语里头一定要得这个区分 只是它在因应不同的语言规则里头 名词组担任论员的时候跟 担任卫语的时候 这个就可以捕捉说 这个结构可以是不一样的 那哪一个好哪一个坏各有利弊 一的好处是说所有的语言我们都不必 我们都假定同一个结构 所以这个Universal就被捕捉了 就是语言的语法 普遍语法里头可能会有这个 只是刚好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体现 汉语正好D这个 就不是必要去体现的 那这个好处是可以捕捉到 就是我们可以假设一个 名词组是跨语言同样的 那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它的缺点就是那为什么 有些语言是必须出现 有些语言必不用出现 那第二个的好处是说 一样捕捉了这个不同语言的特性 不同语言的特性 那我们允许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结构 但是坏处是什么 坏处就是我们就不能够假定说 有些语言是这样 有些语言是这样 我们就不能够假定说 所有的语言的名词组是有共同的结构 那这个没有什么 就是看你的 这是理论内部的考量 那至于哪一个是对的 哪一个是错的 大家可以去用实物上去去一些论证去推论 那究竟是NP还是DP 我们就讲这边 那这个章节呢 最后最后会说的结论就是 汉语的NP其实是包含了数量端语的DP 也就是我们刚刚第一个假设 这个课本在论证的是 第一个假设是对的 会比第二个假设还要有说服力 好那第二小节 第一小节这边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有 那个西城 再表拍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好那这边讯息也没有 大家也没有什么问题 好第二小节 我们开始讲数量端语 他刚刚稍微讲过 数量端语在汉语里头 他的格式呢 就是数词量词加名词 所以以例子来说 他就是比如说像三个学生 好那这样子的数量端语 一般来讲是不是有定的 上次我们讲过有定的定义 就是说话者听话者都知道 所以当你说三个学生吃了蛋糕 对不起三个学生吃了蛋糕 是怪句子 三个蛋 三个 我喜欢三个学生 其实并不一定是指哪 特定的三个学生 那汉语里头的 对于数量词组的限制是 他不能出现在主题 或是话题当中去使用 所以像第八句跟第九句 都是不好的 三个学生吃了蛋糕 你必须说这三个学生吃了蛋糕 这样才是好的 就是说他本来在主语位置 或是在话题位置 你不能说三个学生 我以为吃了蛋糕 就是说这三个学生 我以为吃了蛋糕 一定要是有定的 这是汉语里头的特性 所以数量词组就因此不能出现在主语 或者是话题的位置 那如果是观感名词组 我们刚讲观感可以出现在主语 那出现在 你说老师那观感名词组 为什么可以出现在主语 原因是出现在主语跟话题的观感名词组 也被理解为有定 所以他并不违反我们说的主语 或者是话题必须是有定性 这种刚刚讲的这个结论 所以比如说学生吃了蛋糕 学生很聪明 其实事实上都在讲某个特定 某些特定的学生 或某个特定的学生 所以你翻译的时候 比如说 the student ate the cake 你不可以说 some student ate the cake 那学生我以为吃了蛋糕 其实还蛮怪的 唯一要可以有解读的是 说某个学生是说话者 听话者都知道的 你把它理解为有定 那这样子 这十跟十一就会是好的 就会是好句子 不过如果句子里面的谓语 涉及到量的概念 有时候数量词组 是可以出现在主语或者是话题 比如说三个学生不够 这时候就可以用了 他翻译是 three students not enough 有没有发现 那这里的特色是说 刚刚我们讲说 他不能出现在主语或话题 都怪怪 三个学生吃了蛋糕很怪 可是这里时候你在强调的是数量 就是数量短语里头数量 三个学生不够 要五个学生才够 或是说三个学生吃不完两个蛋糕 这也是在讲这个数量 你不是在讲特定的三个学生 你是在说这个about 这个三个人这种数量 他是没有办法完成吃蛋糕这个动作 话题里头也是 三个学生我想是不够的 三个学生我想大概吃不完蛋糕 那句子都会比刚刚的好很多 那原因就是因为他是指涉到量 所以数量短语要能够出现在主语或话题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的interpretation 他的语意解读必须是量 所以呢这边讲到结论是十二跟十三的例子 着重在数量而不是在个体 我们称之为表数量的数量短语 着重于数量不是着重在个体 那这种表数量的数量短语 这三个人三个学生 这个方面他的那个内部结构到底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想想看三个学生 为什么十二十三是可以的 而十十一是不行的 那十十一这边 对不起应该是九八九是不行的 三个学生吃的蛋糕是不行的 那三原因是因为八跟九他表着重的是个体 他不是数量 所以他是一种非数量的短语 那十二十三他是强调数量 是表语意是数量的一种数量短语格式 那为什么只有表数量的数量短语才可以出现在话题结构呢 无定的就不行 那以前李宴会1988年的时候 他的处理方式就是他认为 有两种不同的短语 在名词组里头有两种不同的短语 一种是叫做无定短语 那另外一种叫做表数量的数量短语 这两种短语 那无定短语呢 他可以只设到代名词 表数量短语不可以这样 所以比如说 我叫两个学生回去把他们的车子开来 以这个 他的例子 我觉得他应该是忽略了一点是 principal B 其实是要自由的 但是他的 他要处理的是说 这两个学生呢 可以跟他们共指的情况 我叫两个学生回去把他们的车子开来 那如果是他们这 他们必须跟前面的两个学生共指的话 事实上我们不晓得是 哪两个学生 他是一种表示数量 他是一种 对不起表示个体的无定短语 那如果你是讲三个人抬不起 你给他们的钢琴 记得这个吗 这个谓语是什么 这个谓语是抬得起抬不起 所以他是表数量 三个人抬不起 要五个人才抬得起 如果这个数量词组是表数量的时候 那你要用代名词回指他 句子都不好 所以两个大人不如他们的三个小孩有力量 如果床睡不下三个人 睡得下睡不下也是一样 数量上三个人睡不下的意思 如果是表数量的话 你要后面要用代词来回指他 通常都是不好 可是如果你是表个体 比如说14这个 我叫两个学生回去把他们的车子开来 我去找两个帮手把他们请来 三个人跟他们走 这一样前面是数量词组 两个学生两个帮手三个人 可是却可以跟他们共指 那从14 15的这个差别来看 就可以区分出表数量跟表定值的短语 其实是不一样 必须做区分 这就呼应我们刚刚讲 如果是只设到量的这种数量短语 它也是在可以出现在主体话语里面 也是也是跟这个 跟这个表示定值有定的数量短语是不同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 14的情况 它表示的是两个学生是两个个体 特别的两个人 可以被代名词所回指 那如果是表数量是不行 OK 所以14的A到C都是无定短语 而15的A到C是表数量的数量短语 这样我们就可以区分出同样一个格式 数词加量词加上名词 可以是无定型的 有定型的 或者是表数量型的 OK 那他用反身带词也是一样 三个人 你扳不动自己的钢琴 三个人回去把自己的钢琴 扳来 好 那表数量的人 他你可以说三个人 我知道吃得完无碗饭 这个吃得完吃不完 这个胃语跟数量比较有关系 抬得动抬不动刚刚也是 五个人抬不动钢琴 他也是表示 这个抬得动抬不动也是表数量的 那所以在表数量的这个 谓语的时候呢 这个 名词组 如果是 数量短语就是数词加量词加形容 加名词的时候 他也是表数量的短语 那表数量的数量短语跟表无定的 无定短语在狭域上的相互关系是不同的 所以在同一个句子里面表数量的短语不能影响他们 不能够互相影响 但是无定短语可以 所以比如说我让三个人吃五碗饭 跟三个人我知道吃得完无碗饭 这时期上面显然是表数量 因为数量上有三个人可以吃得完吃不完这件事情 那时期当中两个表数量的短语他可以是分开 他是分开的 所以这个句子只有一个意思 就是说三个人的饭量其实是五碗饭 可是18这个句子 我让三个人吃五碗饭 其实是每个人都吃五碗饭 所以总共有几碗饭 总共有15碗饭 可以吗 所以呢 这里18其实他得到的 得到的解读是我们叫distributive 就是分布的解读 就是一个人吃五碗饭 两个人吃十碗饭 三个人吃15碗饭 所以从这个饭域狭域来看 17 18的对比来看 我们也可以区分表数量的数量短语 跟表无定的数量短语 可见这两个 一样是数词加量词加名词 他有两种不同的成分 那这是李1988年他去观察的 他发现这短语有很多不同的行为 好 那我们就来讲一讲数目短语 跟限定词短语的不同 刚刚我们讲到这个 数词加上量词加上名词 比如说三个人这样子的格式 他可以是表数量 也可以是表无定的 就是个体的 表个体 表数量的跟表个体 所以呢 我们可以假定他是像19 这样子有两种不同的结构 表数量的时候 他只有投射到数量词组 可是表无定的时候 他是有有定无定的缺语 表示是表个体 他可以是像19b这样子 他有投射到低的一个层次 那如果说三个人可以做这样子的区分 19a跟19b这样分析的区分的话 会有许多许多的好处 首先他可以解释 刚刚我们这样子的区分 就是为什么很多情况之下 格式看到的一模一样 可是呢 他比如说这个表数量的就不能 表个体的就不能出现在主语话题 表数量的就可以出现在主语话题 可是表个体的呢 可以被代词汇集 表数量就不能被代词汇集 还有就是表数量跟表个体的三个人 他在狭域里头 会得到的解读是不同的 这是empirical 经验事实上可以这样解读 所以说首先他必须他符合逻辑 也就是限定词常常有所指称 那所以在dp的时候可以做共词 我们刚讲跟代名词来共词 那这个number p 数量子组因为没有包含限定词 所以不能跟dp一样有指摄 跟代名词有互相指摄关系 这就可以解释刚刚这个差别 14、15的差别 OK 那还有就是number p 并不是用来量化个体的量词短语 所以他在狭域方面 可以跟其他东西产生关联 三个人我知道吃5 吃得完5碗饭还是只有5碗饭 可是我让三个人吃5碗饭 总共应该会有15碗饭 这种狭域的这种scope interaction 其实在英语里头倒不是唯一的 在汉语里头 应该说汉语里头其实是很少的 英语里头倒是很典型 比如说每个男孩 我打在这里好了 好 现在我有一个句子叫每个男孩 都喜欢一个女孩 你们现在是看到民事组 还是看到那个老师的那个 跟你们的对话窗 西城 可以同时看到 可以同时看到 好 那现在看这边我打了一个句子 每个男孩都喜欢一个女孩 对不对 以这个例子来说 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 就是 有一个可能性是一对一的 所以就是A男孩喜欢A女孩 然后B男孩喜欢B女孩 所以总共假设有三个男孩 就会有三个女孩 对不对 C男孩喜欢C女孩这样子 那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 还有一个每个男孩都喜欢一个女孩 一直是A男孩 B男孩 C男孩 全部通通都喜欢唯一一个女孩 所以只有一个女孩 有这种解读吗 如果是英文里头是很确定的 Every boy loves a girl 或Every boy likes a girl 通常可能有两个解读 一个就是每一个男孩喜欢一个 所以总共三个男孩就有三个女孩 还有一个就是There is a girl 有一个女孩 然后所有男孩A B C D E F 不管有多少男孩 通通喜欢她 所以总共通通其实只有一个女孩 这就叫做Scopal Interaction 在汉语里头 这种Scopal Interaction 并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17-18 显然是可以看得出来 那讲到这边 我们就讲完这个数目短语 跟限定短语 在经验事实上可能有两种 那还有一种可能的主张就是 表数量的数量短语是狭语的 也就是说他不能跟其他表数量短语 产生关系 这个领先不用管他 就是那个Scopal Interaction 就是翻语之间的互动 会导致不同的解读 那我刚已经稍微举那个男孩女孩的例子 好 那现在我们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样子除了那个经验事实 就告诉我们他的分布 表数量的数量短语跟表 无定的表个体的数量短语 这两种要区分 我们没有一个足够的说服力吗 还是大家觉得有 经验事实上是必须去这样子区分的 对不对 那 其实还有更多更多的经验事实 就是说以数量短语跟限定词短语的区分的话 那英语里头有很多 汉语里头也会有一些 比如说这边看到了 你可以拿无定的Wh元素来做比较 例子像二十二义 汉语里面的那个疑问词短语 其实它可以是非疑问的 所以比如说如果你看到什么人 请把他带进来这里的什么人 虽然有疑问词 可是他你不用回答他 他不是要问你说小美是什么人 那你要回答他哦 他是老师这样子 其实是 他不是一种疑问短语 他是非疑问短语 那所以他可以被带此回职 那你也可以说如果你叫什么人回去把车子 把自己的车子开来就请快叫吧 这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 疑问词短语 WH的短语可以跟一个代名词来去通知做约束 那我们看看刚刚的这个例子 刚刚这个他们也可以跟数量短语去做 这个约束 其实他是有一定的平行性的 其实他是有一定的平行性的 其实他可以跟数量短语去做 所以WH短语跟一个同指的代名词 可以约束可以做同标 可以做同标 那 跟有字短语来做比较呢 我们之前讲说是有时候讲过有 有三个人来 我们说足语里头 虽然不可以说三个人来 三个人怎么样 除了非他是表数量 有三个人吃得完午晚饭 可是你可以加有 那句子就会变好 所以比如说刚刚的坏句子 坏句子 比如说三个学生吃了蛋糕 你如果把它加上有三个学生吃的蛋糕 会修补他吗 这是我们之前讲有的那个功用 就是说他在 他可以允可一个数量子组 出现在足语的位置 那所以无定名词组要有有就可以了 他不是只特定的哪三个人 他是有三个人 那有三个人吃得完午晚饭 跟有三个人抬得起钢琴 当你有有的时候他是无定的 可是你同样可以表数量 像是23这样子的例子 所以23A里头是指有三个人 这三个人每个人都吃得完午晚饭 我们现在讲scope的问题 都是一样有有的 23A是指三个人每个人都吃午晚饭 23B指的是有三个人 而这三个人当中每个人都抬得起两架钢琴 所以总共你可以抬得起几架钢琴 可以抬得起六架钢琴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跟刚刚的17里头的表数量 也是不一样 为什么17里头我们刚刚看了这样 三个人我知道吃午晚饭 如果他是表数量的话三个人的话 吃得完午晚饭他只能有午晚饭 他不会有相反的解读 他不会有15晚饭的解读 那一样这个有三个人吃得完午晚饭 他是什么意思 他是指这三个人每个人都吃得完午晚饭 所以他的解读其实是 跟17里头不一样的嘛对不对 所以不能说23A就是17加上有 这样这么简单来说 所以他这边是对比有字短语跟无定的 wh 就是疑问词 疑问词的无定 无定疑问词短语 ok 好 那我们把数量短语 这三个人把它区分成两种 一种是无定短语 一种是数量短语 这个好处是什么 就是我们可以区别 number p 跟 dp 这两个不同结构层次 他的不同的属性 造成他的句法分布不同 造成他的解读可以是不同的 那 在dp里头的d 我们只要假设定他不一定可以投射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 ok 那其他这些理论等等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那重点是说dp有这个可以是空 空女类但是number p没有办法是空女类 所以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就是主意啊 话题地方去出现 好 那所以结论 那以这个三个人三个学生这个格式 三个人他可以有两种 19a 表示数量的还有19b 这个表示无定的解读 ok 这要大家第三小节就重点是要记到 记这个 那第四小节我们要开始讲dp成分 到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现在来讲这个dp的成分 dp的成分 刚刚讲三个学生是数词加上量词加上名词 三个学生跟三个人 那我们说他有两种可能性 所以我们如果画一个dp的话 画一个名词组可以这样子画 也就是说这个d的地方 他可以不要出现 不要出现东西 那你可以三个人 就分别在数词的投射 量词的投射 跟名词的投射里头 那为什么 那我们为什么 你会说老师那为什么 我们还需要一个d 因为三个学生这样子就讲完 没有我们还是可以讲这三个学生啊 那这时候这在哪里 那当然就是跟那个dp 或者是this 一样的地方 英文的this 就出现在这边 所以在指示词组里头 如果有出现东西的话 就会是长在这里 所以像26的这三个人 那三个人 或是哪三个人 这是d的中心与位置 这里 投射 那还有一些结构是比较特别 会反映出这个图是对的还是不对 或是需不需要修正的 首先就是指示词组的后面啊 有时候可以直接加一个量词 所以这个数词也可以不要出现 比如说这个人 那个人 那个人 这时候这个就变成 这长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呢 个跟人 看一下 这长在这里 这 然后个 然后人 这样子 是OK的 哪个人也是这样 那代名词呢 英文里头的 定冠词跟代名词有点像 但英文里头的那个代名词都会出现在这个d的地方 那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一个预料可以看得出来 像 28 28的预料 我们出现代名词我们可以出现他们三个人 他们 两个学生 他们两个蓝鬼等等 你会发现三个人前面可以加他们 所以他们三个人 所以可见代名词也是出现在d的中心里的地方 ok 那 你可以 你也可以说 你一个 我一个 他们学生 我们老师 比如说我们老师啊都 现在都要线上上课了 那你们孩子们还是好好努力吧 这时候的你们 我们 其实一样是出现在d的地方 然后孩子 孩子 老师 等等的成分 因为老师 孩子这种是普通名词 所以他也是一个 很常见可以出现在论员位置上 所以比如说数量的 对 这个老师 孩子 我们你们是出现在这里吗 对不对 那就是这边没有出现 还是也可以导致这样结构 所以比如说像29 30 31的 这些例子 他就是可以像我们刚刚这样子画 画在 呃代名词出现在d 然后其他出现在 呃名字组 那如果有数字 我们一个 你们两个 那一样这个次序是对的 ok 那这个 这个 呃 代名词加数字加量词 或代名词加名词 这都是在汉语里面常见的组合 那也都在论员位置上出现 他证明了无定词短语 确实是在dp结构里头 无定短语 因为呢 呃你可以说 呃他们 呃老师 一定要在这个dp里头 好 我喜欢他们两个人 他们 也是这里 他们然后两个人 这样子 好 好 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没有的话把它清掉 干净一点 好 好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d他只有一个位置吗 中心语d只有一个位置 可是有时候代名词跟指示词 可以同性出现 从同时出现 比如说你们我们 我们刚刚说你们我们其实是长在哪里 长在d这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说我们三个人 好 可是问题是你可以说 这我们这些乖孩子 那你说这跟那也是指示词啊 也是出现在d的地方 那怎么办 我们这三个人的时候怎么办 我们三个人没有问题 可是我们这三个人呢 就变成我们要在这边 这也要在这边 两个都要在d的地方生成 对不对 这大家可以先想一下 目前为止可以先想一下这个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代名词跟指示词都占据了d的中心位置 可是他们可以在句子里面同时出现 例子像是33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33的例子 你们这些乖孩子 这个先待会稍作 大家先提到这边 待会会继续做解释 那继续讲一般名词 跟专有名词的区分 专有名词呢 是dp的标定 specifier的位置 指示语或标定语都可以啦 有些人是用指示语这个词 有些人是用标定语 等一下看一下 上次有稍微讲过什么叫指示语 或是所谓的标定语 specifier 对不对 记得我们有讲一个结构是 弄细一点啦 假如说一个树状结构 然后是长这样 的话这是中心语的位置 假设是x 假设是x 好难写喔 那这个位置就会是specifier 或是指示语 或是标定语 不管怎么翻译 spec的位置 那这里会是一个xp 那这里会是一个complementizer 就是所谓的不足语 所以这个结构 这个xp结构是所有的 不管是名字组 动词组 形容字组都同样的结构 所以假设你有一个d 长在这里是一个中心语的话 那你spec会有一个位置 可以放 所以他认为呢 专有名词是dp的specify 是标定语 那他们出现在代名词 或是指示词的前面 如果句子里面没有代名词 他们又跟数词量子一起出现 就会担任代名词的角色 那不过中原名词有时候不能够出现在一般 直接出现在名词里头 中原名词跟名词之间有时候需要一个数词或代名词 那一般名词呢 一般名词则是直接长在n的位置 所以你看我们回来看这个的话 一般名词是长在这里 比如说人、狗、东西、书包等等 那一般名词是在名词组n的位置基础生成 他并没有在spec dp或是d的位置 那如果是名词、数词、量词这种语序 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语序 我们刚刚讲是数词、量词、名词 对不对 可是有时候你可以说 名词、量词比如说学生三个 我喜欢学生三个 像这种的语序 你如果把那个名词放在前面 是基础生成的话 结构上是不对 可是你如果说他是移位到数词、量词前面的话 勉强说可以 可是他会违反这个一个 我们有一个 规范 在生成语法有一个规范 就是中心语移位的规范 就是说中心语不可以跨过其他的中心语 移到前面去 所以像35 我喜欢学生两个人 我对学生两个很有兴趣 其实都怪怪的 ok 那但是有一种情况是比较特别 叫做同位语 像英文里面你常常会出现比如说 they themselves 这种 they themselves finish the work 那they跟themself 是两个不同的名词的感觉 这个我们叫做同位语 a positive a positive 比如说 汉语里头你能不能这样说 比如说学生这个人 学生这些人 不行 可是你可以说 学生你认识的那些 那些学生 穿红衣服的那三个 是他的学生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 他会不会是同位语 就是说 这些dp的短语哦 他并不是dp加上同位语 壮语的组合 在汉语里头 他通常 我们不会这样假设 我们只会说他是一个单位 单位 所以比如说 英语里头可以说 John the man I saw yesterday John the man John跟the man 我们叫同位语 或是说 John himself 这种的 约翰他自己 这种 然后 汉语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那同位语当中的代名词 跟专有名词 后面会有一个停顿 通常都会有一个韵律上的停顿 但如果是dp短语就不会 比如说John himself 必须要一个停顿 代名词跟专有名词 跟有定名词 如果在同位语里面 他角色是没有差别 但是如果你把它画在同一个dp里面 就会有差别 OK 那最后37A跟B是要讲是说 这是一个sudo clef的例子 我要看的是张三 这个我们上一次讲过 的是然后后面一个要强调的成分 这个叫sudo clef 或者是我们说卷分列句 对不对 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证明 证明说dp它可以作为结构成分 也可以作为话题字 比如说张三这个人 这是一个话题 也可以作为这个 张三那个人 也可以作为那个sudo clef 就是准分列句以后强调的成分 所以它必须是一个成分 那如果你说张三 专有名词是一个dp的话 就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指示识组的话 那那三个人到底是什么 对不对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或者说你要去论证 它是一个apositive 你要怎么论证 这也是一个可以想的地方 那这边我们第四节讲完了 我预计是十点半可以把名词讲完 那这样子我们就还可以讲一点点动词组 动词组会讲的更快一点 因为动词组比较简单 它整个文章的结构也比较 也不会像名词组那么复杂 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 心仪在吗 心仪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到目前为止没有吗 反正到目前为止 是比较无定名词组的 比较个体的 语义上比较个体 那其实它是一种无定名词组 是有D的投射 那数量词组就没有投射到只有Number P的投射 最后我们来说说men 汉语里头有一个类似复数标记的构词成分 叫做men 所以你可以说用代词加上men 我们你们他们 那英文里头我们有s s是一个典型的复数标记 但是我们的men跟s有一点点不大一样 所以有学者去claim 去主张说men其实不是一个复数标记 它是一个表集合的集合标记 那他只能加在加罪在 为什么说他不是表复数 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只能标记在这个名词或代名词后面 也就是说只有人的时候的复数 我们才会用men 东西我们不行 你不能说桌子们椅子们 那你可以说学生们 那门跟一般的复数标记还有哪些不一样 首先就是men他不能够出现在刚刚的数量短语的后面 所以当你说38 三个学生 三个学生我们刚刚说是数量短语 数量词组 对不对 数量词组 那一个数量词组加个men 还是怪怪的 三个学生们 还有呢 如果是被有所允可在主语被有表存在的 存限距的有人 这种的你也不可以加men 你也不说有人men 那当然专有名词比如说像小强 张三 加上men也是很不好的 也是很不好的 那不过这个课本里头比较特别是 他认为说小强men什么时候来是可以的 小强men意思就是说 小强很像小强 像以前有一个说法是比如说 我觉得这有点勉强 但是他们的说法是这样 比如说 华语教学系所里面都是美女如云 每个人都像是林志玲一样 那这时候看到华语教学学成的几个同学一起走过来 那几个男生就在那边窃窃自语说 哎呀小强men 林志玲们来了 那这时候不是在讲真的某一个人他有多数的 或是说一个结 是在讲说这个group的人 as a whole 他们全部都像是林志玲一样 所以就是说林志玲们 那像40这个句子这个课本是讲可以 但我觉得有点勉强 就是我并没有接受这个说法 那这里也是提供大家 你可以去同意他的合法度 但因为我们是母语者 那所以同时你也可以去批判 那很多句法学的那个题目 其实就是这样找出来 就是你的语感跟人家不一样 然后当你发现这个区分的时候 哎你就可以去探究 为什么什么某时候这种解读可以 某时候这种解读不行 那有时候就会产生一片蛮有趣的配合 那不管怎么样 men呢是他有一些特色 就是他只能跟某些成分去合搭 比如说他只能跟人不能跟其他的物件 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啊 即使是有生性也不一定可以 那所以他不像是负数标记那么普遍 因为负数标记就是数量大于1 我们都可以用 可是men并是这样 那有人就去主张说他叫做集合标记 collective marker 那这个意思是说 当你可以加men的时候 其实你是在把一个群体把它合起来 所以你可以解读x跟其他像x的这种interpretation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men就不能够出现在指示词量词名词这个dp的结构里头 比如说这个孩子那个朋友 你如果加men都不好像41 那还有一个难点是说 因为men它是表示集合性 如果我们同意这个说法的话 所以在数词跟量词也不能加men 数词量词比如说是什么 三个 我请他们三个吃饭 比如三个 如果你把men加在后面是不行的 那除非把它这个组合加在men的后面 像这个b句 我请三个men吃饭 朋友们吃饭 其实怪怪 我请他们三个 他们三个的时候就非常好 所以那个men它是加最在代名词的后面才可以 我请朋友们三个也不行 三个他们朋友也不行 三个朋友们 三个他们吃饭 三个朋友们吃饭 我觉得三个朋友们还好 这个还好 三个朋友们 但是三个他们是绝对不好的 那你要有代词的话 你一定要把men直接加在代词后面就是他们 然后出现在数词跟量词的前面 那42b这个情况 如果他是出现在专有名词的话 那名词加们只能有集合结不能当复数结 比如说你可以说他们两个都结婚了 他们两个都结婚了 这个时候跟都一起使用 是因为那个 他们两个是 其实是A也结婚了 B也结婚了 他不是一个说很多人结婚的意思 不是说两个他们结婚 而是说他A也结婚 B也结婚 那总共有两个人结婚 collect在一起 那这种用法涉及凸显个体 跟原本们做集合标记的诠释有稍微的冲突 然后在语言类型学上也是 通常有量词的语言 我们会发现像collective marker这种的标记 好 那同样对于门呢 李彦慧也曾经在文章里面做分析 他1999年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专门在处理门 那他认为门结构上可以这样去画 在英语里头 3 student 3跟student 名词组是student 3是一个number p的投射里头的数字 所以他是表示数量 那可是 汉语里头 3个学生 那门呢 其实他认为 你如果硬要画 必须体现在低的层次 那 基本上是没有位置 这两个结构里面 你看到都可以看到number p number p只host 3 对不对 那复数标记在英语里头 因为他是标记数量大于1 所以你勉强可以说这个 s呢 他是出现在这个number p里头 那 汉语的复数特征 跟np里面 因为他还有量词的关系 这个个的关系 所以中心语 有时候 你如果要说他的余序 他们三个 要导出正确的余序的时候 其实是会有问题的 那如果量词 当然如果量词 而这边没有体现任何东西 是空空的话 那当然是没有问题 就是说他就不会违反中心语的限制 名词组就可以往前移 就可以变成学生三个 然后把夹罪 夹罪留在后头 这个number p的中心语的 跟复数特征 大家可以稍微知道一下就好 重点是在讲说 汉语因为语言类型学上的区别 那我们认为 门不是单纯的复数标记 这个说法 好 这边我要稍微跳过 这边大家可以去看 就是不同的语序 一样 就是回到这个dp结构里头 他去放要怎么放 比如说 小强门这三个蓝骨头 那这三个已经就是指示词 数词量词加名词了 那如果前面加这个门 小强门 这是什么什么门 他们 小强门是不行 可是他们确实可以 那些学生一样就是指示词 数词量词 名词 可是前面可以加他们 你可以说他们那些学生 可是也不能说他那些学生 所以可见这个他们是跟后面的 负数的名词来做性跟数 负数的对写 所以他必须跟后面的这个 来做数量上的一致 就他们 你不能说他那些学生 你要说他们那些学生 是负数的 前面是一个专业名词单数 你会发现这个代名词 其实是跟后面的成分 去做数量上的一致 就叫对写 agreement agreement 好 所以这个结构 是刚刚这个46的结构 代名词指示门 就是指付出特征门 可以加最低域的位置移到地 这个一味深层正确的次序 这个是技术上 就是理论的 层次里头 有比较技术technical的解释 这个我就 因为在那个语料上 不会没有那么有趣 所以我就把它跳过 那最后讲一个例子是方言的 方言的 有些人会不喜欢张三两个 或者是小强们 小强三个这种结构 他们觉得用指示词 名词组会更特别 更好一点 我们直接看例子 像48 张三他什么时候来 张三他 张三已经是一个专有名词了 那你后面又加一个代词 我跟张三他吵了一架 一样也是 专有名词加上述词 专有名词加上代名词 来比的话 通常专有名词加上代名词 这个格式 可以解读 那他可以借由这个48去调整47的这个结构 这也是技术上的那个 我下次也有 有空再告诉大家 那个technical的要 导出对的形式有哪些小技巧 你看到的这个人 他教的那个学生 这里在讲说 这个人就是一个指示词组了 指示词量词名词 那个学生一样 那你前面可以再加一些修饰片 修饰语 比如说你看到的 他教的 那修饰片语会出现在哪里呢 那一般认为修饰片语会在 dp的spec的位置 会在这个50的这个图的最左边 所以他不断的把刚刚的这个 这个数状图哦 就是一开始的那个 这个 不断的把这个数状图 这个 25的数状图 慢慢的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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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到最后就是会变成下 50的这个图 ok 那代名词通常没有被修饰 那为了可以反映代名词 指示词名语 他就提出这个结构 对就是 根据不一样的语料一直提出来 然后不一样的语序 还有不一样的成分怎么排列 他最后可以得到50的这个图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 50这个图 那后面有一个附录哦 那个是在整理不一样的paper里头 整理无定数量足语的那个限制 那这个跟名词主有点关系 但是事实上是跟上次我们讲的 说是和有的也有点关系 就是在主语的 主语的情况 有定性无定性 是否可以当主语话题这件事情 有关系 这我就不多讲了 你们有兴趣可以当做补充来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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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